民进党发言人吴佩义联合报戏记者陈庆辉摄影分享 民主进步党发言人吴佩义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后转述选对会共同召集人林习要会中表示 执政任期将建满的高雄市台南市等四县市有意参选县市长者竞争激烈 明天启动征询机制 此外吴佩义说民进党中央常务委员陈明文此选举对策委员会召集人 召集人之一林习要下午在中常会报告西元2018年县市长选举提名讨论进度时建议 并经中常会决议与民进党秘书长洪耀扶任共同召集人 吴佩义回应媒体询问时说 会中林习要也提到民进党执政任期将建满县市 包括宜兰县台南市高雄市及嘉义县 选对会明天下午20将邀所有有意愿参选 县市长人选到中央党部征询和讨论 有意争取民进党高雄市长提名者 包括民进党及立法委员陈秦迈、刘世芳、冠毕林、林黛化与赵天玲等 台南市包括民进党及立委 陈廷飞、黄伟哲、林俊宪、王定宇、前台南市副市长严纯佐及前立委李俊一等 嘉义县包括嘉义县议会议长张明达、嘉义县副县长、吴芳明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汪张良等 表态参选宇兰县县长包括民进党及立委、立委、陈欧珀、宇兰市长江丛元及东山江长、谢灿辉等